我看他們說就是 你後來為什麼會踏入酒店業 是因為家裡經濟環境不好 其實我原生家庭條件 沒有到那麼差 我自認為 因為我13歲就開始出來打工了 所以自認為好像沒有那麼糟糕 因為我13歲就長得滿大隻的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同工 就是限制未滿18歲 不可以做什麼工作 我那時候13歲就出來打工了 13歲出來打工 打什麼工 我就便利商店 對 然後就下了課之後 然後先去餐廳做到10點 10點再去便利商店 再做到12點 然後再回去睡覺 然後早上7點再去上課 那為什麼會踏入酒店業 酒店業我那時候是因為 在我25歲那一年船直銷很順行 就什麼東西都可以賣成船直銷 那我就 就是一群人在那邊 努力 努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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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我還被送去什麼潛能開發課程 然後因為22歲嘛 那時候22歲 然後還在眾人面前宣揚我媽媽多棒多棒 然後我就叨了 就被洗腦得很嚴重 然後因為那時候又沒有什麼鑰匙法 就是你不能宣稱有療效的那種法規 那時候還沒有 然後那時候就是上線門就把我洗腦得很嚴重 然後你又要花20幾萬囤貨 然後我那時候就 刷爆了六張卡 不只我背了信貸 然後連加入我的下線都是背信貸進來的 然後後來真的是有一次去法國之後發現 根本台灣那一個就是騙人的 哇 你背了那麼多載還可以去法國玩喔 然後那時候我認識了一個法國男朋友 喔喔喔喔 對 然後那你就省吃鹼用的那個飛出去這樣子 然後在還沒有連航的那個年代 然後就去法國 然後回來又窮了半年這樣 然後我就 因為我在船直銷 半年就抓了二十幾個下線 我滿努力的 然後 業務高手 對 我離職 我沒有做那個船直銷之後 後面其他公司一直瘋狂的挖我 然後我就 我就跟我的下線 我就回來台灣之後 我跟我下線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騙人的 而且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把它賣給一個三峽的某一戶人家 然後他家徒四壁 然後因為爸爸有氣喘 然後女兒省吃鹼用 買了五千多塊的產品 然後就以為可以改善爸爸的呼吸道 然後我也以為這個東西是可以 是有用的 可以改善他家庭環境 然後可以改善他爸爸的身體狀況 所以我賣得非常的 當時我覺得 我在幫你 對 我覺得 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 造福什麼 造福人群 對…的事業 我覺得太棒了 結果後來沒想到 那變成是我的噩夢 可是我看 他這邊寫說你 高中的時候卻去應徵辦套店 我小時候不懂事 因為高中的時候是在台中唸書 然後台中有山多 哪山多 台中有山多 有山多 台中就是酒店多 Motel多 黑道多 對啊 所以那時候 快兒 快兒你看到囉 那Cue你耶 所以就是那時候進去那個 在找打工機會的時候 就看到好像這個錢比較多 但你怎麼會去辦套店 我不知道他是辦套店 我是進去之後我才知道 那時候就像剛剛講的什麼桌邊公主那種的 你只要清理桌面的工作 然後還寫什麼保底一千什麼兩千之類的 然後我就去應徵 然後日領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還有兩個弟弟要養 然後因為我爸欠債 然後我的學費是 我高中的學費跟我弟的學費是我在繳的 對 然後房租也是 就是我要拿薪水回去的 所以我就去應徵了 然後當天他就叫我上班 就說你待會兒要幹什麼 我說沒有幹什麼 不然你的樓在上班 我說好啊 可以上兩個小時就走嗎 這樣他說可以啊 這樣 我說因為我等一下 我是上夜校的 我晚上還要上課 對 然後就 那兩個小時 他就把我丟到一間包廂裡頭 然後就是那個做工的阿伯的那種人 客人就進來了 然後就先聊天啊 先唱歌啊 然後之後就 突然的把他的 他就站起來 在我旁邊站起來 然後就把褲子這樣 耍的掉下來這樣子 然後就說哎呦 我要在教 因為那時候就是 阿伯告訴你 阿伯告訴你 我告訴你 男人的什麼 然後就要開始講 然後他就突然把 本來是褲子拉下來還有內褲仔 對 然後我想說 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他在 因為他在講什麼 我已經開始有點嚇到 然後結果下來 又把內褲脫下來 然後把我手抓過去 然後又幫他擦 然後我就整個嚇傻 但是我又無法動作 就是僵掉了 所以我竟然擦完了 我就擦完了 你不用幣 你不用幣啊 說完就聽我了 你不用幣耶 然後因為太震驚了 然後就是 完全不知道該 就整個狀況外這樣子 然後 後面就整個就好像就 你知道就故事情節 就刷刷刷刷刷 OK 我就拿了兩千塊 然後我就去學校了 然後到學校開始瘋狂洗手 瘋狂洗手 然後接下來上課之後 那時候你高中未成年耶 對 未成年 對 然後我也是 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但是我天性樂觀 所以就把這件事情給忘記了 直到出書的時候 老師又很會把我的那個 生存記憶挖出來 因為我文筆不好 所以這本書是 請崔青老師幫我代寫的 然後崔青老師很棒 我看你就是 你的書裡面也有寫到嗎 就是你小時候是父母離異 對 然後你是跟媽媽 我小時候是先跟媽媽 再跟爸爸 再回來跟媽媽 對 差不多 反正就很複雜 然後你爸有把你騙到台北過 對 騙到台中 我們本來是住高雄 是 然後後來騙到台中來 你哪裡人啊 我其實是高雄出生 但其實因為我老爸很可愛就是 一百六六七 就是我國小就念了四個學校 然後國中念了兩個學校 高中是我付錢的 所以我念完一個學校 對 因為你剛才有提到你做過直銷嘛 對 然後後來你決定到酒店去上班 因為那時候最低櫻腳金額都來到四萬多塊 我在百貨專櫃的薪水才三萬多塊 然後 就你的卡費 對 然後那時候也已經想說算了啦 就被賣掉好了啦 所以你那時候也是有辦那個George & Mary 有喔 因為我是百貨公司的正職人員 所以我們在辦信用卡都會比 那耳度都會很高 對 然後那個時候的 那個卡債的 就是那種信用卡概念還沒有那麼普及 然後你不知道信用無價這四個字 雖然它一天到晚都在寫 對 但是就很像酒駕是一樣的 叫你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但你還是會忍不住 對 忍住啊 要忍住啊 就還是對 要忍住 然後信用也是一樣 我跟你講就那時候我還記得 應該就是同年紀的朋友們 大家就信用卡辦得很瘋狂 然後開始 因為我們又在百貨公司專櫃 然後就是那個什麼 我也沒有買奢侈品 其實我是把它拿去還債 因為我那時候就讓 然後就是以債養債 我就是那時候讓下限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被信貸進來的 然後大家都是百貨公司 同事專櫃比較多一點 那與其所有人一起倒 乾脆我倒就好 然後我又是你們的上限 然後所以他們 所以你排開 然後他們就開過沒有 開過然後我就半價買回 然後或者是你 公司願意收回去退錢的 那你就趕快拿去公司退 退不掉的我來吸收 所以那時候就從 本來賺二十幾萬 然後急速負債到八十幾萬 對 然後就最低飲腳金的 就來到四萬多塊 因為你那時候是去酒店應徵的時候 直接跟媽媽想說 你可以做S 對 我以為都要 就是自從就是你知道那個 小時候那個經驗 就以為所有酒店都是那個樣子 然後我也覺得 沒關係 我已經想好說詞了 其實我都已經想好說詞了 怎麼說 我就想說跟我面試人是店家 我已經大概考慮半年左右 然後就是就跟那個店家講說 就是可以把我賣掉 但前面十個可以讓我挑嗎 就前面十個就好了 然後後面十個再隨便推 妳祖母把手撞掉了 對 就大概前面十個又高又帥 然後願意付錢 然後就OK啦這樣 她又高又帥又有錢 她為什麼還要去那個地方 不一定啦 人家空虛寂寞覺得冷 我跟你說男生生理 這個又是另外一堂課 我們等一下還上這堂課 然後反正就是 到後面媽媽上是跟我說 沒有喔 我們身體是最後一道方向 我說阿瑞喔 這麼孝年喔 這麼年輕就欠錢喔 要跟你介紹嗎 妳怎麼說欠錢 跟年輕不少年是無關的 欠錢就是欠錢 因為我在日式酒店 當時我進去的時候 我確實是整家店最年輕的 因為裡面的 上班的小姐的年齡層 大概普遍來講 都是35到55左右 所以妳那時候去應徵 就是日式酒店 對 然後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那個是日式酒店 以前進來之後才知道 原來酒店業有分這麼多種 對 但是我以前都覺得 就一般人的印象 就酒店大概就是那樣 我要脫衣賠酒 然後被性騷擾之類的 然後就是要訴罪 或者是要做S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進去了日式酒店之後 然後跟我現在做了娛樂公會之後 發現原來業種有這麼多個 然後每一個不同的行業別 有不同的服務 然後帶給男人的價值也不太一樣 對 所以妳看妳說妳高中那時候 去應徵半套店嘛 妳算誤入幾途嘛 都是誤入幾途 因為他不會寫清楚說 我們是半套店正在增人喔 沒有啦 政上看也知道啊 養生護膚 那是你們覺得看得懂啊 但對年輕人怎麼會看得懂 那是你們有經驗的才會覺得看得懂 我沒有經驗啦 我沒有經驗啦 或是腳本寫得清楚的才會懂 對 對